張明婷筆 作詞曲 李宗盛 老大 字幕 李宗盛 立委傑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感謝大家利用五中五的時間 跟我一起來享受這 十八分鐘、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今天其實 就像剛剛主持人介紹的 我大概今天會以我的經歷 就是七年換十個工作 然後跟大家做些分享 那希望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給自己設一個小小的KPI 你們的任務就是今天問我一個問題 任何問題都可以 問我星座血型家裡住哪裡 Anything 你任何想得到的 問我衣服在哪裡買發行 這都有人問過 所以這都OK這樣子 那因為是18分鐘的關係 我會很快速的把我每個工作 用一句話帶過 那最後呢 我準備三個問題給大家 OK嗎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先小小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身呢 是處女座的 在場有處女座的人嗎 一個 只有一個嗎 兩個 兩個 九月的 九月 九月幾月 蛤 九月 有九月十九的嗎 沒有 我之前有真的遇過 同一個班有兩個九月十九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超 shock 這機率超小 好 然後我本身呢是世新大學畢業 那我是廣電系 廣播電視電影 廣播組 那我們一個 系集有四個班 那我是廣播這一班的 那我現在呢 在台灣新創競技場 台灣Store Stadium TSS 擔任新創發展總監 那我們公司其實蠻小的 大概十三個人而已 那加實習生大概總共有 將近二十個人左右 這樣 那新創這一塊是什麼呢 今天可能沒辦法講到這麼多 我maybe在等下的那個 就是快速簡介的時候 跟大家講一下這工作來做什麼 那 我有一個特色 算是特色嗎 就是我畢業七年後 其實我換了十個工作 這還算沒有仔細去算的 這樣 那我先分享一下 我在學校做些什麼好了 其實我一直 從小到小都不是一個 喜歡唸書的小孩 有點得過切過 我看很多課外書 但是呢 我一直對於學科沒有很大的興趣 所以當時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我只想 要 不要再唸書 我想要去讀那種 可以直接學一個東西的 科系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我這麼愛講話 就讀廣播好了 搞不好之後 就可以靠強化吃飯對不對 所以我就選了實行 可是進到廣播之後 我就發現 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我相信可能在座 有些人也會有這種感覺 你讀了這科系之後 進來之前 也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要幹嘛 進來之後 更肯定的不知道 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接下來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更confused 那我出去之後要幹嘛 所以我當時也有面臨同樣的交流 我那時候就想 奇怪 如果說我讀廣播之後 我出來到底要做什麼 電台DJ MAYBY 對不對 還是什麼 廣播劇 有人現在在聽廣播劇嗎 Netflix都看到爆炸了對不對 MAYBY現在有Podcast 但是 我那時候就想 我可能可以做哪些事情別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狂 跑去旁聽了所有電影組的課 然後開始拍電影 我沒有真的轉班或轉席 我就直接去聽就對了 聽到老師趕我走你知道嗎 因為站了一個位置 那種視聽教室 就是坐不下 老實說那個旁聽的 今天你沒辦法停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其實 閉制我後來就沒有做廣播 我就直接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桃花園記 The Peaceful Land 那這部電影呢 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 從零到一 因為拍一部電影 你要從劇本開始嗎 那我那時候的 擔任的角色是副導 副導演 製片導演 大家知道什麼不同嗎 導演只管戲 副導管所有戲以外的事情 製片負責確保 副導可以 得到他想要的 譬如說有二十顆鏡頭 副導就要負責 今天把他run down弄順 把他拍完 製片要負責就是跟我討論 那哪些演員要先cue過來 因為maybe我們現在在這邊拍嘛 對不對 可是劇不是順著拍的 我可能今天在這個場地 我今天只接到12點 那我就要在這裡面拍 不同時間的六顆鏡頭 那哪些演員要到 製片要幫忙搞定 那我那時候這個副導的經驗 帶給我很大的影響 大家有看到這個綠幕嗎 這個綠幕 前面做的這群人他們穿什麼衣服 太空衣 我們當時要拍一幕上月球的畫面 但是BUT 我們整個大學一到四年來 從來沒有任何一堂課教你怎麼用綠幕 然後那時候老師都勸退我們 不要啦 就是綠幕很貴 你們又不會幹嘛冒這個風險 我們就是 沒有啊 我們要拍 就是要拍 所以我們就動用了所有資源 然後我們也沒有拍過綠幕 但我們就找很多顧問 找很多人的幫忙 最後拍了一部 帶我們上月球的片 這部片呢 在閉制不僅得到了開幕片的佳績之外 也帶我們到美國 Saint-Jose Cinecraft的影展 我們有入圍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人生 第一次去美國 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 在Cinecraft Film Festival的講台前面 一次對兩百多個觀眾 講為什麼我們要拍這部片 然後用英文 非常非常緊張和難忘的一個經驗 那這部片呢 是不是挺不錯的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覺得 哇靠 這就是我一生的志向 對不對 這麼猛 當輔導 一切好像都很完美 所以我第一個工作 確實也跟製作有關 第一個工作 我在TLC的封台灣大挑戰 擔任執行製作 有人知道這個節目嗎? Janet那個節目 封台灣大挑戰 這個節目呢 我現在 因為已經六分鐘了 所以我就快速的講一下 這個工作是 我工時最長 十個工作裡面 工時最長 薪水最少 的一個工作 OK嗎? 薪水有多少呢? 22K還有扣老健保 好工時有多長呢? 猜一下我幾點上班 八點 有聽到八點 還有嗎? 十二點 四點 你是說早上四點還是小四點? 早上四點 早上四點 早上三點 早上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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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送羊奶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上班時間正常 早上九點 但是確實 凌晨三點才下班 非常狂 然後我那時候還要還 就是還要準備還助學貸款 我在台北沒有住的地方 所以我每天就是一個登機箱 然後住在製作人的沙發上 這樣子 就撐了一些時間這樣 好 這工作就要先pass 那第二個工作呢 是氣味圖書館 這工作很酷 是它不是我主動應徵的 它是我去逛成品地下街的時候 我跟那個朋友在那邊逛一逛 然後那個氣味圖書館 是賣味道的一個地方 有人知道這個地方嗎? 在風駕那邊有一間 他之前在台北也有 那我就到那邊去 然後在那邊說 這個味道很像什麼什麼什麼 在那邊跟我同學畫喉蘭 然後老闆就飄罐就說 我覺得你蠻會講的耶 你要不要來工作啊 就這樣我的第二份工作就來了 那這份工作呢 是我第一次發現 我有銷售的潛能 我之前沒有做過這個工作 沒有賣過東西 但這份工作是我第一次發現 哇靠 賣東西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事情 第三個工作呢 是生橫艙 Everreach 這工作在做什麼? 在桃園機場擔任客服 大家有知道那個小粉紅嗎? 穿粉紅色衣服 在路徑出境的地方 歡迎歷臨桃園國際機場 這樣 啊 先試這邊請 然後什麼 然後幫你包禮品 我之前就做這個工作 那這工作呢 是我唯一一個 我在十個工作經驗裡面 唯一一個 跟主管不愉快的 我最後是連署 把我的主管給 踢走的 OK嗎? 好 第四個工作是陽明海運 因為其實我是基隆人 那時候輾轉就在想 我到底要做些什麼呢? 所以 我那時候就 回到基隆之後就想 啊 陳恒昌那個經驗讓我這麼不愉快 那我下一步到底要去哪裡? 我那時候禮儀這時候還沒找工作 所以我就投了華航 也投了國泰 想當空姐 對不對? 然後也投了陽明海運 是我高中同學推薦的 那時候還很幻想的美好 想說 三個都上了要選哪一個啊? 真的是很討厭欸 如果三個都上了對不對? 然後國泰先放放 沒有 想說啊 國泰可能真的沒有對不對? 國泰英文很難 那時候沒寫完 應該是沒有的 那華航和陽明一樣選哪個呢? 華航放榜之後也沒有 然後我就去那個 基隆的那個廟拜拜 拜託那個不要動我糧食這樣 上了陽明我會好好幹的 好 陽明就上這樣 那陽明呢 是我 第二個 在企業裡面的工作 那他也是 我 喔 現在變第二場了 因為今天已經29號嘛 他算是我待比較久的一個工作 這樣 第五個工作呢 我就跑去澳洲了 那時候在陽明覺得太安逸了 人生好像就是太美好了 現在想想是有一點 這麼一點點後悔啦 但是呢 我就跑去了澳洲打工度假 那在澳洲打工度假 其實裡面我就換了 Zine Eatercetra Jamaica Bull 和Drip Espresso 換了四間咖啡廳 我就總偷偷算一間店這樣子 那 在澳洲呢 是我第一次跳脫 傳統的社會結構 台灣有一個固定的社會結構嘛 對不對 現在可能沒那麼明顯啦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 萬般皆下品 唯有 讀書高啊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知道 如果你不用學歷去拼 你到底還剩下什麼 那我第六個工作呢 就跑去中國大陸 我在那邊做電商相關的銷售 我擔任了兩家公司的電商顧問 然後最後呢 我創立一個自己的品牌 叫Giftis 就是Gift 叫Artis這個名字 那我第一次創業 當然是很快就失敗收場 賠光了我所有在澳洲的錢 第八個工作呢 是我當時在想 啊賠光所有錢之後 我到底要回哪裡 其實當時我在澳洲 有拿到sponsorship 那 有簽證就在想 是不是要回去澳洲工作啊 拿個身份啊之類的 但同時呢 我那時候劇組的朋友 就是我們那個去月球的那個劇組 我們的攝影 就是在新竹開了一家咖啡廳 他就想找我路骨 一起跟他創業這樣子 所以就想說 澳洲嘛 隨時都可以回去啊 朋友這種機會多難得 對不對 我就去了 這樣 佔技術國 就當單人店長 那這個工作呢 帶給我的 體會就是 千萬不要跟朋友一起創業 對 那第九工作是工研院 工業技術研究院 那他是我的 首課介紹的 那當時進去工研院 其實是因為 他們覺得我的經歷很特別 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很適合做 創業相關的一些活動 或題目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被介紹 進去工研院工作 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 所謂的就是 研究單位 它會是什麼樣的形式 在運作 所謂的法人 政府 各種不同的 那個組織 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TSS 台灣性創經濟廠 我在上禮拜 二十三號 的時間 剛滿兩年 TSS 也是我目前為止 做過最久的工作 好 準備好三個問題了嗎 好 我問大家囉 第一個問題 好 先給大家再看一下 十個工作 先過目一下 好 好 準備好嗎 好了 OK 第一個問題 哪一個是我就職時間最短的 我需要三個選項 讓我們來表決 好不好 誰要先go第一個選項 我先回到這個好了 就職時間最短的 封台灣 封台灣 一個 再給我兩個選項 創業 哪一個創業 禮品 禮品 禮品的創業 好 再一個 哪一個最短 氣味 氣味圖書館 好 覺得是 創業的舉手 喔不少人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 放下 覺得是 封台灣 覺得是封台灣的舉手 勞路命的工作對不對 蠻多的欸 十三個吧 差不多 好放下 那覺得是 氣味圖書館舉手 欸這也蠻多的欸 大概八個 好放下 正確答案是 是澳洲的working holiday 最短短到什麼程度呢 我的第一個咖啡廳 Zin Cafe 就是剛剛那張圖片 我跟一堆阿兔阿 然後在那邊 這樣 然後 這個工作先講一下 非常特別 我當時進去的時候 其實 我那時候 因為我大學在 星巴克打工 所以我那時候會做一點咖啡 可是星巴克咖啡 跟一般的這種 咖啡店咖啡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 很狂 我每一家 就是咖啡廳 那時候法定薪資是十七吧 我那一開始找的時候 都找到那種八塊 十二塊的那種 實行 然後我就覺得 不行阿 我一定要找到十七塊的白宮 很好的咖啡廳 我才要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想辦法擠進了這間咖啡廳 叫Zin Cafe 那 我那時候很賽 這個有機會 就是後面QA再分享 我那時候就很賽的 就是遇到一個貴人 那個貴人就告訴我 Zin Cafe 他面試要烤什麼 他要烤一個奶缸 做三杯咖啡 一個是lotte 一個是cappuccino 一個是flower white 然後那時候想到 喔 OK 那我現在就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了 我就會緊張阿 所以真的去面試的時候 我就 做了三杯咖啡 然後做得很懶失敗這樣 然後那個 那個經理就說 嗯 OK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這樣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沒有用日文阿 沒有用英文 我說不好意思等一下 他說怎麼了嗎 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 失敗嗎 他就等著在頭上問號 我就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就說 呃 因為緊張嗎 然後我說 對 因為我很緊張 所以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絕對可以做到最好 然後他也真的給我 做了第二次機會 然後第二次機會 我當然就這樣 還是失敗了 真的 他還是做不好 但我被 我還是被錄用了 因為他覺得我很有趣 所以我被錄用 其實我人生因為有趣 被錄用兩次 第一次是這個咖啡廳 第二次是公演院 其實我那時候去應徵公演院的時候 他 我應徵那個職權 我的那個面試官自己跟我說 基本上 那時候我去第二次面試 他說 你應徵這個職位 我們沒有在用30歲以下的人 而且你沒有產業背景 但是你很有趣 所以你先進來吧 我想個位子給你 真實時間 人生因為有趣被利用 被僱用兩次 好 但anyway Sing Cafe到底為什麼 會沒有呢 為什麼會這麼短 很完美啊 我進去之後 你知道他的薪水有多少嗎 法定薪資是17嗎 但是他假日會給到37 你乘以25 就是當時的匯率 一個小時都要六七百塊吧 好 為什麼我會 我快18分鐘了 我的天啊 冒汗 好 因為他倒閉了 不是因為給我太多錢 純粹就是因為澳洲的那個 resort 他們是一年四季很分明嘛 所以他那間咖啡廳 他其實開在那個海邊的地方 他做完母親節那一檔 他就要收了 所以我那時候只倒職了三個月 呃不是三個禮拜 我就被離職 不是我自己離職 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被離職的狀況 他還欠我五百多澳幣沒有給我 對 收穫最多的 有嗎 你們覺得有 好 我兩個就好 因為時間關係 禮品創業 好 再一個 陽明海域 機場 機場 你對機場很 好 覺得是禮品創業舉手 欸 超多 好 放下 覺得是機場的舉手 人生的黑暗面對不對 學到這樣 五個 那覺得是陽明海域的舉手 三個四個 喔很少欸 答案是陽明海域 陽明海域是我第一次知道 所謂的知識和專業到底代表什麼 原因很簡單 一個廣電系畢業的人跑去海域界 你的所有同儕都是外貿 財 財經 財務 相關科系 航管 畢業的 你一個廣電系還電影組 廣播組不分的跑來這邊擦什麼花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很狂 9點上班 我7點就到 我用最快的時間把自己餓補起來 所以我三個月試用期結束之後 我就帶了第一個新人 那個新人是跟我一起進來的人 當時呢我覺得 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可能想 喔我不會什麼 我那個專業不會 我那個技能沒有 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所有東西要學都學得起來 可是重點 你沒有辦法被取代是什麼 是你的努力 和你怎麼在這個裡面 在一個職場裡面去找到你自己工作的節奏 我當時一進去我就發現有一個學姐很厲害 他總是都可以把事情很有節奏的做完 我那時候就跟他學很多 怎麼去管理自己的形勢力 怎麼安排自己的schedule 哪些事情可以先做 哪些事情可以後做 Priority怎麼排 怎麼跟主管溝通 怎麼帶下面的人 全部都是在陽明海運學的 也正是因為企業 這樣子的企業 他有很明確的規則 然後你遇到很好的一個人 所以你有辦法很快速的去學習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在一個地方 找到自己的定位 看你要怎麼樣安排自己的成長 所以陽明海運 是我覺得收穫最多 啟發最多 我當時在那邊工作的那一套 往後的所有工作 都是同樣的方式在運用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挑戰性的是什麼 新創 新創 現在工作嗎 好 再一個 跟朋友開咖啡廳 好 兩個 覺得是跟朋友開咖啡廳的舉手 好多 四個 好 放下 那覺得是現在的新創競技場舉手 喔 這個也很多 差不多多欸 好 放下 答案是現在的工作 很多人會問我 你在過去的經歷好了 你每一個工作都是互不相干的 每個領域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你 第九個安第十個 工研院和現在的TSS 都是在做新創 為什麼你要從資源大 然後企業體也大的公司 跳到一個 資源少 然後 你知道 組織也比較少的一個地方 很多人會問我們這個問題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在 一到十個工作裡面 我一直在學習著了解我自己 就我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講嘛 科系重要嗎 不重要 你的現在的專業有什麼重要嗎 不重要 那我就在想 到底重要是什麼 對不對 好像什麼都能做啊 那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我後來發現 你真的在 未來十幾二十年 你要尋找的是你自己的舞台 有舞台是很重要的 你在一個地方 為什麼之所以是你 你可以做到你自己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鼓勵大家 不要停止去追尋這樣子的機會 在TSS很奇妙的是 就是不會有人阻止你做一件事情 過去的經驗啊 所有經驗都是按表操課 你有KPI 有人會告訴你 你要做什麼 老闆會說 辦這個活動 做那件事情幹嘛幹嘛幹嘛 在TSS 不會有人叫你幹嘛 老闆會問你 你想幹嘛 然後你的ideas就comes with execution OK嗎 所以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所有 以往就業經驗 在TSS 老闆問你 你想幹嘛 好啊 那你就去做啊 支援給你 做出來吧 OK 所以他給你一個舞台 讓你去發揮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但是 我在我過去的界面 我覺得 我適合 做這樣子的 工作 所以 我留下來 在TSS 這是我至今 做過最長的工作 好 22分 那 大家想要進QA 還是想要聽我分享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 跟創業 跟我的個性嗎 創業家精神 很有相關的故事 想要進QA的舉手 想聽故事的舉手 超多 好 OK 很好 其實當時啊 我一開始進工演院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所謂的新創是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 entrepreneur 我連講都講不出來 我想說這個字 好像不太符合自然發音耶 原因是因為它是法文 entrepreneur 創業家 entrepreneurship 創業家精神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 到底創業家精神 跟我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當時我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時候 我就存了一點錢 然後跟我那時候的前男友 和他弟弟 去 南澳 澳洲的南邊 開車去玩 那澳洲很大嘛 你開一開車就拋錨啦 前不早村 後不早店 你要怎麼辦 沒怎麼辦 坐在那邊 然後等袋鼠來吃你之類嗎 也不是 那時候我就是 開到南澳那邊 車子真的就拋錨了 我們三個人在車上 超傻眼 不知道怎麼辦 前面 下一個地方到頂 要四十公里吧 然後我們剛開了六十公里 我們真的是個超暴遠的 一望無際喔 那種農居祭都是 一整層樓高的那種荒野 那 我那時候的男友的弟弟 就剪成弟弟好了 他就首當其衝去把引擎蓋打開 然後就白眼 出來 然後我前男友就湊過去看 他就說 喔 那個 水管破了 所以那個水蒸氣是冒出來 水箱嘛 水箱接著水管 水管破了 所以他沒辦法循環 水就跑出來 變成水蒸氣 然後那個很燙 然後呢 我就說 最先要怎麼辦 他說 I don't know 貝拉 義大利人 I don't know 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去我的包包裡面 拿了化妝包出來 女生會帶什麼 看到我眉毛很粗 我隨身都會帶 拔毛錢和修眉刀 我就拿著拔毛錢 把那個水管的鐵片打開 他那個鐵片鉗著那個水管 打開之後就用把毛錢把它夾起來之後 用修眉刀把那個破掉的那一段鋸掉 插回去 鐵片鉗回來 然後從後車廂拿了一罐礦泉水 倒進去 蓋起來 車就修好了 然後我們就這麼的又想入了 其實這個故事 我覺得可以串聯我所有過去的經驗 也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從來不會想 我到底會不會這件事情 我只會問我自己 到底要不要做到這件事情